我想有个家,这是很多人奋斗一辈子的终极梦想,然而在成家之前,买房也成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难题。 近年来,房价虽然有所下跌,但房子依然是普通老百姓需要花金血汗钱才能买到的奢侈品,有的情侣感情很好,最后却因为没有房子而分开。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,有的情侣组建了小家庭,掏空两方父母的钱去支付房子的首付,还贷几十年,等房子真正属于自己了,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过去了,有的年轻人一生都在为房子奔波。 前半生攒钱付首付,后半生攒钱还房贷,云云众生中,也有年轻人在房价的逼迫下,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,他们是怎么做的?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,又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地方呢? 在房价的重压下,年轻人究竟要不要买房,揭秘案件,洞见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小七七本馆,香港夫妇结婚十年不买房,每月花三万柱酒店。 不买房子就结婚,估计每个父亲听到南方这样的想法后,都会重新考虑一下,是否要把女儿嫁给对方,据了解。 在2021年全球各城市平均房价排名中,香港以21万每平方米,稳居世界第一,在寸土寸金的香港,新界平均房价就高达10万元一瓶,更别提市中心九龙每瓶60万的巨额房价了。 年轻人想要买房,成为了天方夜谭,为了生活,很多年轻人只能花着高额租金,住在狭窄的棺材房里,与马桶并投睡觉。 在房价的高压下,有一对80后夫妻决定一辈子租房,还搬进了月租近三万的酒店。 丈夫Brian是一名程序员,妻子Kami则是一名化妆师。 已经结婚的他们,从恋爱至今已经同居十年了,而他们搬进酒店也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。 一开始,夫妻俩选择了租房,然而在人口众多,房价高昂的香港,租房也同样面临又贵又小的难题。 一个地段普通的三居室,每月租金都要六万元,他们只能忍受合租的不便,每月付两万元,和别人公用一个马桶,几次搬家折腾后。 这对夫妻俩有了特别的思路,既然都是租房,为什么不选择租酒店呢? 酒店淡季房价很低,如果整年长租,能谈下比较满意的价格。 比起出租屋来,酒店还有很多优势,不仅有免费的公共设施,还能帮忙打扫卫生,统一管理,住得更安全,更省心,说干就干。 这对夫妻俩花了几天考察酒店,谈价格,迅速住进里间豪华海景房,常住酒店是什么体验。 这对夫妻俩的第一反应是爽。 每月花三万块就能租到65平方米的单间,再也不用和别人抢着用浴室。 忍受公用厨房脏兮兮的垃圾桶了,客厅和卧室都有宽敞明亮的落地窗,每天一醒来,他们就能看到大海,而开放式厨房非常整洁,和客厅连在一起。 空闲时,夫妻俩就会一起煮饭,过着平淡温馨的小日子。 餐桌也是这对夫妻俩的办公桌,比起出租屋里只有一张化妆桌,他们要抢着办公的窘境,又宽又长的餐桌显得舒适不少。 酒店卧室里配备了一张巨大的双人床,每天都会有保洁人员来定时更换床品。 打扫卫生,妻子开米要做的,只是在晒得暖洋洋的被子上打滚,然后把脸埋进柔软干净的枕头里。 对于他们来说,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度假一样,酒店提供给他们的不仅是舒适的生活环境,还有对生活全新的心态。 妻子开米是化妆师,出于工作需要,经常会购买服装、化妆品和道具,开始决定在不同的酒店之间辗转搬家之后,如何搬运这些东西,变成了她的一大难题。 于是,妻子开米也开始学会谨慎消费,在购买东西时,她首先考虑的是这件东西是否真的是自己需要的,自己有没其他的替代品,她认真添置每一件物品,不再头脑一热,买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堆在酒店里,这对夫妻还学会了新潮思想断舍离,在搬进酒店前,就会把自己一些闲置的衣服及时的捐赠了出去,利用率很低的东西都及时扔掉了。 有很多人对夫妻俩的做法提出过质疑,首先自然是女方的父母,为什么结婚了,还要花大价钱住酒店呢?难道以后不攒钱买房了吗?对于这个问题,夫妻俩早就达成了一致,香港的房价太高,即使他们的收入比较丰厚,也需要用自己一辈子的青春去换取一套房子,与其咬牙买房,一辈子活在喘不过气的中压下,还不如住在酒店,存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 所以,布莱恩和凯莉并没有居无定所的恐慌,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,丈夫布莱恩对折镜头是这样说的,有房并不代表绝对的安稳,同样的,住酒店只是一种生活方式,调整好心态,才能迎接不断变化的未来。 叛逆青年,搬离海景房,常住青年旅社,在过去的十几年间,中国的房价普遍飞速上涨,可能在2001年,北京四环边一套90平的房子还只要50万。 2021年,你再去看时,这套老婆小却已经涨到了500万。 对于买房,大多数年轻人的态度充满了无奈,不愿买,必须买。 不愿买是因为房价太高,咱首付和还房贷会耗光大半生的积蓄,沉重的经济压力会逼得人喘不过气来,没法好好享受生活。 必须买是因为房子几乎是结婚的必要条件,结婚不买房,即使媳妇同意,丈母娘也不会同意的。 与内地相比,香港的房价早已飙升到了普通人一辈子买不起的高度。 27岁的青年,凯尔文非常幸运,凭借着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,早早上车。 全款买下了一间65平方米的海景房。 然而,凯尔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青年,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置业后,凯尔文选择逃离,去全国各地旅游,诸国50家青年旅社,丝毫没有安定下来的打算。 青年旅社出租的是宿舍床位,每个月只需要花费3600港币左右,在青年旅社里,属于自己的隐私空间只有一个床位,需要和别人共享厨房,卫生间,还要遵守许多规则。 比如,不能在房间的饮食,旅社价格低廉,人员流动性大,也注定他会在卫生和安全方面有疏漏。 在大多数人眼里,青年旅社是穷游党的无奈之选,可这位叫凯尔文的年轻人却放着海景房不住,主动选择了青年旅社。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目的? 其实,凯尔文的选择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。 14岁的凯尔文曾前往澳洲留学,出国留学的费用高昂,凯尔文不得不过起了合族生活,平日在家里养尊处优,出门在外只能卧居。 一开始,凯尔文很不适应,后来,凯尔文逐渐体会到合族的温暖,也渐渐喜欢上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 毕业后,凯尔文便开始了自己的全球旅行,凯尔文爱吃爱玩,走遍了几十个国家的星级餐厅,甚至他还在英国开了一家日本餐厅。 后来因为签证到期,餐厅被迫关停,他也回到了国内发展。 如今,27岁的凯尔文之夜市销售,这既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水平,又拥有着足够的自由。 凯尔文很享受住在青年旅社的生活,每天他都能认识来自五湖四海,各行各夜的朋友,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。 如果不是在旅途中萍水相逢,陌生人之间很难敞开心扉。 大多数人选择流浪的根本原因,是经济窘迫,买不起房子,只能被迫苦中作乐。 而凯尔文这样的异类,在青年旅社也是显得格外的特别,他从来不在青年旅社开火做饭。 星级饭店成了他的食堂,每周凯尔文至少会有五顿饭在外面吃,品鉴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。 其实,在中国传统思想里,居无定所,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个好词,人们还是向往安稳的安家之夜。 那凯尔文一年到头四处流浪,难道不会想家吗? 对于这个问题,这位年仅27岁的青年凯尔文是这样说的。 家不是一个具体的水泥盒子,让人能够自由自在做事情的地方,就是家。 住在青年旅社,好像属于自己的隐私空间变小了,但是心胸却更宽广了。 凯尔文表示,他已经非常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,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挑战了。 北大教授表示年轻人不要太早买房,在上文中的这两对年轻人的故事里,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,变化。 在国人传统观念中,房子是生活的基础保障,是结婚的必需品。 而对于如今新潮的八十、九十、甚至零零后来说,这种思想已经渐渐落后了。 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,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一成不变的。 东北某些省市的房地产经济泡沫,几万块出售近百平金装修的房子。 也敲响了警钟,买房已经不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保障了。 比起老一辈人的求稳心态,西一代年轻人更多的是求变,在做出改变的同时适应变化,思想也不再保守。 然而,即使大多数人思想已经改变,还是要遵循社会的规则,听从父母的意见,尤其是结婚。 南方如果没房,不管两人再怎么情深一睹,这桩婚事告吹的几率都很大。 近日,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在接受采访时,曾向年轻人建议,不要去买房子。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年轻人在三十岁就自己买房的,我见到每个年轻人都这么说。 实际上,炫年轻人也没用,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这种风气。 特别是男孩子,没房就结婚,即使女朋友点头了,丈母娘也不可能同意啊。 姚洋劝年轻人不要太早买房的言论,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,有网友直接站出来反驳,我上大学的时候,房价七千块一平,现在同一个地段的房子已经涨到一万六了。 你不让年轻人提前买房,是因为已经有房子了,根本没想过,年轻人如果不趁早上车,以后怎么能还得起房贷? 持反对意见的人,总结下来,大概有以下两种观点。 一是,现代社会买房的压力,不仅仅体现在男性的身上,女性的购房需求同样不可忽视。 二是,房子对没有专业理财知识的普通老百姓来说,是最有希望保值的资产与现实利益捆绑较多,所以买房还是早点买比较好。 90后女孩黄某就很不认同姚洋教授的观点,他认为买房的压力不仅仅在男性身上,只要有经济条件,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买房。 黄某属于在家人的知识下,提早购房上车的那批年轻人,2012年,他还在独达,家里就已经给他在厦门买好房子了。 如今十年过去,房价翻了不止一倍,在我结婚这件事上,我家里人可从来没有要求过我,未来老公有车有房,或者别的物质条件。 我们一致认为,男方只要性格好,肯上进,有责任心就可以。 黄某表示,房子的事可以两个人婚后一起奋斗,同时他还指出,在自己身边的女孩子,婚前家里出现买房的不在少数,女性购房的需求大大增加。 贝壳研究院曾对此做过一次调查,与结婚前男方必须买房,女方拎包入住的传统认知大相径庭的事, 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有婚前购房的意愿,据统计,在这次调查中,约有74.6%的女性表达出了婚前买房的意愿,越年轻的女性。 婚前买房的想法越强烈,20岁以下的女性中,有婚前买房意愿的人比例高达83.6%,在41岁及以上的女性中,64.9%的人有婚前买房的意愿。 关于为什么要婚前买房这个问题,大部分人的答案中都提到了一个词,安全感。 今年26岁的林某,是一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普通上班组,工作几年,她已经有了一定积蓄,打算在家乡买一个小房子。 对于我来说,婚前买房就是一个保障。两个人过日子肯定会吵架,有的时候跟父母说不合适,就需要有个地方暂时休息,缓解一下。 退一万步讲,哪怕离婚了,婚前买的房也能给我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,满满的安全感。 面对镜头,她这样微笑着说道,眼神坚定而自信,林某还表示,自婚姻法改革后,婚前买房属于是个人财产,离婚时不会被分割。 这也给女性婚前买房提供了保障,我希望我和我未来的老公是因为相爱而结婚,而不是两个人到了年纪,物质条件也差不多,互相凑合凑合。 为了婚后幸福的感情生活,我会提前准备好充分的物质条件。 买房是资产保值的一种方式,对于普通人来说,买房无疑是最靠谱的资产保值方式。 2021年,在胡润百富发布的《国高净值人群家族安全报告》中显示,2021年,中国资产过千万的高净值家庭达到202万户,比去年增加了4万户。 而在这202万高净值家庭中,炒房客占了10%。 2022年,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,房地产市场低迷,多数城市房价持续走低,许多开发商相继跑路,就连曾经如日中天的行业巨头恒大集团的房产销售额也大幅度下滑。 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,房价仍然是普通人遥不可及的数字。 年轻人究竟要不要提前买房? 其实,北大教授遥阳劝年轻人不要太早买房,是劝年轻人不要把买房子作为积累财富的手段,让房子不要成为当下年轻人的负担。 在早些时间的采访中,对于房子,遥阳建议年轻人先以租代购,静待房价回归正常,在国家的治理下,现在的租房市场已经比较正规了。 如果真的想买房,你等个五年十年再买,对吧? 对于北大教授遥阳的观点,很多人是不赞同的,租房能享受到的资源比买房少多了,要想真正在一个城市立足,必须要买房,租房是无法取代的。 刘平和未婚妻两个人都在上海打工,他们的家乡是云南省的一个小县城,面对采访,刘平紧张地说道, 只租房不买房,生活太不稳定了。租房需要对房东好生好气,低违顺言。 两个人一辈子住在出租屋里,哪个男人敢向自己心爱的女人求婚? 刘平和他的未婚妻已经商量好了,两个人在上海工作几年攒点钱,就回老家买一套舒适的三居室,结婚生子,房子是刚需,既然在上海买不起,他们就回家买, 在2014年,《非诚勿扰》上创业的女孩马家家意外走红了,在去万科演讲时,马家家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,我们90后压根就不买房。 这一观点也曾掀起一阵风波,很多锋芒毕露的年轻人也开始纷纷声援她的观点,表示自己不会买房,可是,时事真的如此吗? 据调查数据显示,近些年来,85后,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人群已经迅速取代70后,80后成为购房消费市场的主力人群,从2017年到2020年,85后,90后在购房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增长。 诚然,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买房,但违背社会潮流的决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,选择不买房的年轻人,要么是本身非常有主见,有想法,对生活不焦虑,能抵御社会的压力的人群,要么就是有经济实力,花钱租房也能过得舒适的少数人。 大多数的人只是这云云众生中的一员,是沉默的大多数,购房依旧是每一代人的刚需,可如今,面对沉重的购房压力。 当代年轻人也对此做出了不同的选择,开辟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,那么,如果你的手里有一笔存款,你会选择副首付当房奴一族,还是及时享受当下的生活呢?